好 为了让花莲农特产有更多展现的舞台 花莲县政府28号下午在芙蓉大饭店 举办了真实回味 来自花莲的味蕾悸动的讲座 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读花莲农产风味地图 花莲有机耕种面积幅员广阔 有机品牌冠育全台 为了让花莲农特产有更多展现风味的舞台 28日下午 花莲县长徐正蔚邀请花莲观光大使面包师傅吴宝春 一起走读花莲农产风味地图 并与花莲在地的烘焙职人交流 我们看待它好像是跟一般的面包是差不多 但是其实它的难度 它在制作的时候完全是天然效果 所以在制作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 尤其是在培养它的效果的时候 其实我大概练习了将近半年 其实在这半年里呢 半年里面呢 我应该做了差不多将近五六百个的吧 五六百个 然后不够都在练习 那一样我今天结束之后 我会去我明天还要去练习 然后练到我出国前 一直以前过去一直希望 能够把台湾的后背啊 能够能够让台湾成为一个烘焙的王国 那我觉得我再一次参加呢 也希望能够带领我们的师傅们 再去认识国际的一个比赛的内容 那我也希望借由我是第一个去 我也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师傅可以去参加 而十年后的今天 这个过几天他就要出国 然而我们更希望发现花蓮的味道 所以在这我们有一个slogan是 真食回味 就是花蓮的地产 花蓮的风土 产生出非常非常美好的味道 而这些味道我们就称为 梅兰的味道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来聆听 也更感谢我们宝春师傅啊 真的在时间有限 还牵扎 还这样子奔波来到花蓮 不过最希望的是 他能够在大家的提问当中 激发他新的想法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师傅 不断的精益求精 不断的往前学习 最好最好的这个养分 农业处长吴坤卢说明 花蓮准备近50项线内13项政据代表性作物 彼此品味互动 希望透过讲座 增进在地农友和在地烘焙职人间的交流 期待激发出多元而精彩的作品 让花蓮的农产风味拥有不同的姿态 展现世界 记得蒋方燕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